縮短再下去延熱紅綠燈等待時間 而且評估在主要藥口設遮陽設施 設養的設施保護行人和機車 這我很贊同因為我是騎摩托車 到時候我想如果騎摩托車都知道 天氣很熱的時候你會躲到哪去 你會躲到有樹的旁邊 那這點是請我們的建設局 在重要路口尤其會等很久的地方 是不是能去種路樹 好嗎 這點我請教我們的大典局長 今天短短很久的 好 謝謝四周議員 我想您提到的這個部分 是我們現在多元在思考的部分 因為韓國或其他的國家 也有在路口等待區 附近也有一些大的遮陽棚 那我們路樹原來在路口 以往也會考慮中 但是現在因為交通視角還有其他的問題 所以我想這個是全國多元性 我想先評估看看 目前交通部 如果在眼裡全國的這個友善行人 還有所有的燥熱這個部分 那大家正在及時廣益 我想我們會做一個妥視的 有善行人要有善我們的機車騎士 尤其天氣這麼熱 尤其那個燈的秒數 至少都一分半以上 甚至兩分鐘三分鐘 說在那裡真的 那你打到那裡真的很辛苦 安全還要在一起 好不好 我們基於交通還行人安全 優先下 好不好 那我們再來後面來延續 如果說是 那個停車秒數很長的地方 你要做這樣的盡數來做 好不好 交通局 你坐 謝謝議長 我想這一塊 我們在議會也有回應 對於離封時間 或是相關入口 我們會檢討這個週期 不過這個像 我跟你講 那個沒辦法改 因為你這些會等很久 一定是多入口 因為那個就是 有一個沒辦法 那個沒辦法 好不好 我也希望說 做一個這樣的一個 讓集合起來 不要在等候的時候 收到酷暑的這樣的曝曬 好不好 好請坐 郭先生來 關於我們的 叫那個警察防衛的 146號 就關於 我們烏日工法廠的BOT 在9月1號到期的規劃 我請一下 局長 現在目前的照標行程怎麼樣 有4家來投標 因為我們很開放很公平 4家來投標 那也順利順利 議價完成 議價完成 那什麼時候完成簽約 因為9月5號就要到期 對 9月6號之前就完成簽約 好我希望說 你要按照這個好不好 好